我们大日本帝国 对支那的占领会越来越快了 你的条件很诱人哪 优优独播剧场 我是中国人 你们卖国 我不卖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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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凌晨两点 日本人又出动了将近四个大队的兵力 重庆的情势很复杂 可我们怎么进去啊 周新国害怕我们同盟国的联合 我们只要联合起来 才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 一百二十三号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百二十三号聚来 叫什么名字啊 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柴婉德 柴婉德 柴婉德 来 坐下 坐坐坐 别怕 你叫柴婉德是吧 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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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夫 我把你治好了 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离开这里 你千万别说让他走 否则他会很伤心 别哭别哭 不哭不哭 好好好 我们不走 不走不走 别哭了 好了好了 四十号进来 坐吧 坐吧 喂 我是大夫啊 我给你看一下 来 坐好 这是挺冷气 别闹 别闹 坐好 来 别动 不要笑 住手 你可千万别这样 大观园里的那些漂亮妞儿和刘姥姥都被贾宝玉当成了情人 那样宝哥哥真是乐死人了 林黛玉 林二玉 林三玉和林四玉 你听我说 当今世界谁最幸福 你猜猜看 那当然是贾宝玉最幸福了 不 你太弱智了 贾宝玉一定不幸福 有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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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来着 七十四号病人进来 来 他得的什么病 他臀部生疮化脓 脑子也有便衣 把臀部晾出来 把屁股给我看看 把裤子脱了 哎呦 我的妈呀 哎呦 我的妈呀 臭声 报告 我家四代都是地主出身 我爹 我娘 我姥姥 我姥爷 那都是在民国初年 那都是老地主了 那时候咱家就 有那个 有那个蚕丝厂 骚丝厂 还有棉芳厂 那时候就被 日本人的飞机给 炸 炸肥了 哎呀 哈哈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耶和华神 用土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走兽和空中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啊 耶和华神 使他沉睡了 他就睡着了 耶和华神 所造就的 唯有蛇比田野里的一切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女人对蛇说 神在第二个窗口等我们去忏悔 你做好准备了吗 此去上海 军部又打算让我去杀谁呢 不会是去杀南京的汪精卫吧 英子小姐 小心你的言行 作为特工 你必须服从军部的安排 我想知道你们打算用何种办法营救横禄乔二军 你回答我 山田少佐 军部准备用刚刚抓获的重庆犯人 与重庆方面交涉 看是否可以用交换的办法 换回横禄桥二 英子 不该你问的 你要少问 否则 对你不利 他妈的 你说不说 你说不说 是谁打的呀 这么狠 红禄军 说吧 我们重庆特工小组 有我们最先进的特工技术 只要你说出你的同盟和潜在重庆的袖珍臭重小组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给你 扫头 在那里的表情中 请来了 这样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 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 这又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我们对神的信仰了吗 不 神的一举 我们可以也必须警养 神对天地降怒 就似这狂风吼怒般的期盼 砸碰内心 杀人了 这个病人怎么了 这两天我就看他不对劲 他老重复这句杀人了 我担心他又犯病了 把他送到治疗室去 这是你写的 他是个哑巴 听力也不好 我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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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彬首 葮益子 这次把你从重庆调回上海 是因为你已经失去在重庆活动的价值 你们的绣花行动 基本所完成任务 虽然你们杀的重庆元首 是一个贸派货 但是 我们大日本帝国 优秀特工的能力 仍然震慑住了支纳特工 蒋介石 想必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将军 可是我们的横路桥二军 却在重庆被捕 而且生死不明 放心吧 东京一之话 横路桥二军会挺过去的 我们会设法营救他 但不知 他现在是否活着 我离开重庆之际已经确认 横路军还活着 我提说你在重庆的时候 还未安过横路桥二 而且还建立了丰富的感情 你先回去休息 几天后 我会派给你新的任务 是 英子 你放心 我们不会放弃横路桥二军的 是 横路桥二军统女爹齐莉莉的宴行 征服后 成为了大日本皇军帝国的叛徒 但这是绝密的细节 现在 日本方面 还不知道 横路桥二 已背叛了御人天皇 和仍然关心着她的同僚英子 接下来 李子虞又会玩出什么伎俩呢 对不起 对不起 corpses 都不如 对不起 请 切 切 fo 让 切 扣 avere 你提供的关于 袖珍小组 还有臭宠小组的名单 不会有错吗 没错 全在上面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两支 日伪重庆前服务小组的名单的呢 从英子那里 他就是你们想抓的 东京一枝花 这个东京一枝花 还会在裴杜吗 不知道 你们可以试一试 通知我们的行动队 立刻采取行动 八个同胎的坏狼 要知道 军部为了集中精力完成油武器 怕重庆特工渗透到我们的核武器阵营 袖珍行动和臭宠行动就是为了打乱他们的阵脚 是 现在好 不到两天的时间 我们重庆的臭宠行动和绣针行动 几乎陷于瘫痪 我 我要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 将军息怒 是丁先生 汪主席 嘴来身体好吗 刚刚出了点麻烦 据仙人来报 我们潜伏在重庆的修针小组和臭宠小组 已经毁于一旦 古收天先生 你不要惊讶 我早就劝告过你们 不要低估重庆特工的能力 现在你们尝到他们的厉害了吧 还有 我想问你们在重庆还有没有王牌 转告王主席 我明天去见他 将军 坐下吧 是 名字 你回答我 横禄乔二会不会背叛帝国 不可能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个性格刚烈之人 那么 你告诉我 他现在是否还活着 也许已经向帝国尽忠了 请说 你与横禄乔二在重庆期间 在东京期间 横禄乔二的兄长 横禄乔 跟你很要好 可是现在糟糕的是 我们的内线 袖珍小组还有臭虫小组 还有在重庆的谍报网 全部处于瘫痪 没有发现他活着或死去的记录 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 而且屈服的理由是 好色 知道美女特工 用魔鬼般的方法 让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特工 横禄乔二 背叛了天皇 背叛了我们大和民族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 杀掉他 把杀看 对 对 向上 我说 昀子 将军呼恩 你为何改变主意 英子 情况已经得到证实 航路乔二的确已经背叛了帝国 为重庆特工所用 你不必去冒这个险了 我准备派你去执行 另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派谁 到重庆去解约航路乔二呢 请司令官阁下放心 我将拟定新的行动方案 消除隐患 是 将军 我准备掉哑巴出院几日 用它去解决横路乔二 那李明珍的东西不找了 李明珍遗物藏在封人院 听起来更像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不想再浪费哑巴的巨能 也许只有他 才能够杀掉武艺超群的横路 封人院我们已经安插了另一只眼睛 继续寻找李明珍的遗物 以后 你要把主要经历 放在李明珍遗物的密件中去 尽快寻找军部需要的这些科学资料 派我去哪呢 石原司令官的占领区 江阳 嗨 从王爷的琴声中我能听出 王爷在恋爱 你去查一查金方小姐的来历 别让我们王爷受伤害 此人人品一定要好 交给谁去办呢 你亲自去 不能有半点疲劳 王爷 你的钢琴很有进步 弹得非常好 我父亲当年是 光绪皇帝宠戏的大臣之一 后来远渡重阳 跟李鸿章到英国从事外交方面的事宜 在英国 他认识了琴师娇治 后来 便把娇治带回了国 也买回了这架钢琴 我出生的时候 娇治已经回国了 几年后 远在英国的娇治 便推荐了一名叫布克的钢琴师 来叫我和姐姐弹琴 你还有威姐姐 秦国结束之后 我们的命运与溥仪差不多 在我刚刚成年的那段岁月 因为战乱 我和姐姐走散了 到现在 我还在找我那可怜的姐姐 溥仪建立满洲帝国后 听说要把你们接到东北去 白类 往后别在我的面前 提满洲国和溥仪 否则我会发火的 对不起王爷 我不是故意的 对 对不起 都让挣的全给吃了 不对 让我再想想 吃的是扣条拌豆腐 也不对 吃的是啥呢 总是腌制 反正吃东西我不能吃亏 那么中午吃了回锅肉 还有麻婆豆腐 还有 还有哈东西 还有粉蒸肉 还有水煮肉片 对 还有水煮肉片 你这么一算 怎么也不是你 这么一算 一点都不含糊啊 七十四号 你又在那群咋了什么呀 咋的了 这是我 我是谁呀 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那你是谁呀 那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已经接到谜令了 让我火速干掉你们手中的 横路乔二 我一直在想 横路乔二 为何至今也没有出卖你的 兴许他想翻盘 根据日本方面的戒规 他不可能再回东京大本营做事 他必死无疑 在这种前提下 我猜想 他很有可能 再为另一个政治势力做事 谁呢 难道是德国 还是意大利 当然 这仅仅是猜测 你想对他怎么样 为了保全我在日本方面的信任 我必须杀掉他 但是我不知道 他现在对你们是否还有用 我必须请时代劳吧 借戴主任贡款 借戴主任贡款 玉农啊 我们暂时打掉了日本人的弃眼 但是可别忘记 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 我估计 日本人很快会对我们内陆 和美军太平洋上的舰队 构成新的威胁 你们要提早做出判断和准备 拘案思危 且不可浮躁行事 是 委员长请放心 我们和梅勒斯的合作 已经纳入运行轨迹 我们美中双方 都已经选好了出色的人选 装备由梅勒斯方面提供 主要教官来自于美方西点军校 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学校教官任教 我想在短期内培养更多更好的特工 为我们抗日和防御中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共产党方面你们暂时不要动 我已和毛泽东周恩来有言在先 坚决贯彻执行全民抗日斗争 先赶走日本人 然后再来考虑与他们一决雌雄 魏院长以前不是常教导我们 让外陛下安内吗 形势不同了嘛 西安张扬兵变以后 我已对共产党有所承诺 如今国际形势逼迫我们抗战到底 我们可以抓住罗斯福和丘吉尔 甚至是斯大林的软肋 多要一些军需和重型武器 一方面我们参与反法西斯的战争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在暗地里做好反共的准备 副院长高见 当年张献忠问李自成 如若我们打败了明皇崇祯谁得天下 李自成说 那时我们在百开战阵一决雌雄 不过 何必还没打败明王 我们兄弟先自己争斗起来 历史的教训啊 其实 国共两党还是可以合作地 尤其是在一致对外的问题上 是 委员长 是 委员长 好 刚刚我向老板请示过了 老板同意了你的请求 当然 我们既然牺牲了红鹿桥二 就要让你取得 古臭前的更进一步的信任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取得东京方面的信任 这步棋 咱们走 首先 我要让派往重庆的东京分子知道 我已经见到了横鹿桥二 这边请 请 好 这么说 你们要带郑德泉先生离开我们这里 不 你误会了 我们是奉郑先生监护人的委托 特意来接他去香港治疗 香港最近来了一位德国大夫 对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 有独特的见解 那这么说来 我们乔治精神病院是无能了 院长您误会了 我们的委托人 只希望病人早点康复 请您理解我们 那么 他将来还会回我们乔治精神病院吗 完全有可能再回来 我们认为治愈 或者说彻底治愈精神病的可能 只占成功率的百分之五 或者 再多一点几率 那就办出院手续吧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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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得知道啊 干咱们这行当的 该走的走 该留的留 该回去孝敬父母 你就得回去孝敬父母 该你回去娶妻生子 养儿与女的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还得顶得住 说起我这个快板啊 是从我们家村东头二叔家的邻居二喜的表妹 相中我的那天起 我就开始玩起了快快板 我的快板是这么说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 这快板啊 是二喜家妹妹最愿意露笑脸的活 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说了一个周瑜打黄盖 又说了一个黄盖愿挨打 一百二十五号郑德权出院了 对不起 郑先生 你受惊了 这是美国科尔特公司生产的最新鲜 是先进的手枪 主人希望你能步入使命 目标 为何要杀他 我们的几个潜伏重庆的特公组 被他出卖了 他以为重庆方面所用 我们的信仰工作没做好 他不是天皇的信徒 他是背叛大日本帝国的叛徒 他是我们大日本皇军中少有的软肋 为何要我去杀他 我们知道 只有你的身手能完全对付他 军部别无选择 哑巴 这是你报效天皇最好的时机了 我在封人院的工作 谁去完成 特高克已派专人暂时取代你继续完成任务 知道了 何时下手 知道了 何时下手 莉莉小姐 你又准备给我下什么迷魂药 恒鲁君 我穿你们日本女人的服饰 好看吗 好看 也不好看 莉莉 我今天险下被杀掉 难道你们军统内部 还有人会要我的命啊 我们军统如果想要你的命 会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吗 我指的是 军统内的日本高级特工卧底 还会有你不认得的卧底吗 哼 你真会说话 说啊 又要我干什么 我们处座认为 你还有没有交代清楚的线索 恒鲁君 说吧 说出来 今晚又是咱俩的良辰美业 难道你不想抱我了吗 慢 还是不挂胡子 这儿的人家好难受 好 东京方面 希望我们尽快地完成 大河飓风计划 我就是四喜娃 太哑巴来杀我 你也是个冷血 我想知道 那个叫方丹蓝的风格 来吧 对 好 我好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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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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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